有 光綿效果 哇 你在演員群人出去 滾 滾 表情不到欸 對 好像那裡你要這樣 看你 認識到演奏 好 她的生意 夠禮物 就是 回世 開來 輸出 今天分台開拳一起錄啊 畫面開始 特別感謝柴的360資源 讓我記錄美好的一天 今天看畫面就知道是個非常棒的天氣 在初秋的早晨 二四節氣的白露 俗話說 昼夜的時間等長 如果是鐵粉觀眾 一定還記得我曾說過 春秋是我特別喜歡初跑的季節 帶著微涼的氣候 如果上山 肯定是更適合不過了 從台六四接上台六一後 一路就是海岸的風景 我特別喜歡剛上台六一的畫面 一上來啊 就是碧海藍天 離岸風車 這種畫面真的是百看不膩啊 從沒想過三輛凱旋能一同出跑 因為我家文才事業總是忙碌碌 要能一起跑上啊 根本是天方夜談啊 而我則是忙到一個段落 剛好有時間能夠小小放鬆一下 而彭彭說想去竹苗一帶 上山去欣賞美麗的景致 我們在非常短的時間取得初跑的共識 重點是天氣非常的給力 這個季節也挺適合的啊 於是我們好不容易在這一刻齊聚出發了 然而我更想瞧瞧俗稱唱影頭的765 會帶來什麼樣的狂暴 之前總是聽說我家文才為了守護家園 只要有空就會巡視後山一遍 又有一說某人剛出發已經看不見765的尾燈了 簡直比鄧峰還狂啊 種種的說法 我們今天就來當個留言終結者吧 呵呵呵呵呵呵 一路上跑的節奏都相當的順 就快到達新竹時路口我們聊著等等要吃什麼 本來要吃一家非常地道的在地早餐 結果看見熱情的人潮 無奈的只能吃這家了 不過呢 這家的早餐 我倒覺得還蠻意外的好吃啊 太屌了啦 出門來帶平板 啊 很奇怪 如果是我有在這個 追求直接一個極致這樣子 就是這個角度我覺得還是很難 一路那一個剛剛那個司法人 現場見過 要翻牌 然後要上爆腰的時候 呵呵呵呵呵 寶餐後再度出發 在這裡提醒觀眾們 在香山18公里海岸線一帶 分隔島上時不時就會出現機器人 所以路過的人請留意時速 我們在苗裡補遊 因為等等就準備上山 今天的路線下台六一後 會接上台七十二 七十二線到西從厚龍到終點 大湖接入台三線 要快 沒有燒車就快 只要被速度限制自己 入山後先補充一下水分 因為山區總是沒那麼方便啊 你去哪裡 新北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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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遇到一位 畫家子打開 就很難收拾的大哥 小聊後 隨即出發 第一站 我們來到 虎山吊橋 快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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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可以從清南走到幾個 一個 其實就是 高一級 烏嘎燕竹林 烏嘎燕是在另外那一頭 他走青山另外一條路線 對對對對對 啊我們今天是待會要直接過去那個南莊 哦 ok 拜拜 下一站是這旅程的重點路段 路線上沒有平路的鋪裝 落葉 碎石 路邊青苔 可以說隨處可見 必須跟謹慎的騎乘 好險這幾天沒下雨 不然路會更滑 一路來到今天的重點目的地 行中橫 隧道口是個非常值得紀念的點 好險 追 garlic 追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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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個都 解锁后 来到饭点时间 我们打算去南庄老街 吃午餐 品尝在地甜点 今天跑的路线你觉得怎么样 还好 还好 已经还好 啊你觉得路不好 真的假的 对啊 都是树叶 哈哈哈 好 我跟你讲 那个是产业道路好不好 那是产业道路 我家文财勒 你觉得路线勒 有点难心 文财就已经那好神了 嘿 百年有 你知道那个弯 那个路很小条 然后弯又打 我那个走距那么长 我都好 嘿 你骑765呢 765呢 765不是就在应付这一种弯的吗 没有 是你们那种 所以比较有趣 你讲的沙滩是哪一个部分 就很像那个 沙地那样子 嘿 你讲的是有点临道的感觉吗 对 我觉得只差这些 现在都差不多了 所以你想要跑 跑临道就对了 不用不拉 刚刚那个路就太刺激了 我跟你讲 零道不一定要ADV 我们这个车就可以进去了 不要了 不要了 我还不想换零件 哈哈 éf impress � Nic 1 h 吃饱喝足采购后 下一站据说那里可以实现 童心未免的地方 我只是网路上看过很多画面 却不知道怎么去的点 走吧 我们来去会会 就是这个 人让真人实际模拟的 1比1模型屋 真的相当值得拍照纪念的地方 拍完后来这家门市 必须吃个芒果冰 这里的冰淇淋 不管外观或是口感 都相当有层次 方便跳过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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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来出去 哈哈哈哈 滚 哈哈哈哈 小心不到 对 哈哈哈哈 好像被人家这样 哈哈哈哈哈哈 片刻休息后 我们北返 往那个话说 那里有着全台湾最大仙草产地的关系出发 冰淇淋似乎没有完全消掉秋 老虎带给我们的热情 2个 2个 2個 1个 今天依然是Lucky Day 好的 如果喜欢这部影集 别忘了按赞订阅分享哟 我们下次见咯 See you